好来看在美国的刺客来自印度 印度特工在美国涉入谋杀案被起诉 美印两国的关系会如何申辩 可以继续关注 调查显示这个特工打算买凶杀害 美国籍的印度席克教 他们口中的分离主义领袖 那么同时这个特工被发现在 今年6月份加拿大席克教领袖的命案 也跟他有关 当时加拿大的总理就把矛头指向印度政府 也让加拿大和印度关系降到冰点 那么这次美国的官司 印度政府透过外交部特别发布声明说 这个事都还在调查中 也就是要切割政府跟这个特工有任何关系 分析指出案件很可能在大国的外交角力下 会虎头蛇尾 草草结束 高喊口号他们是印度席克教教徒 在美国纽约街头痛批莫迪政府是恐怖分子 他们主张要印度部分地区独立建国 住在纽约拥有美国级的印度席克教 分离主义领袖潘努恩 长期在海外奔走宣扬独立思想 让他成为印度莫迪政府的眼中钉 一份29号公开的法院文件显示 美国联邦检察官正起诉一名印度政府官员 文件没有公布姓名 只提到他曾为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效力 他涉嫌联合另一名52岁印度公民古普塔 密谋以10万美金约合台币312万元 买凶杀汉拍努恩 未料杀手是美国联邦弃毒署的卧底探员 才让一切曝了光 遭起诉的印度特工还涉入另一起谋杀案 今年6月印度席克教领袖尼扎尔 在加拿大温哥华遇刺 返家途中在自己的车上被开好几枪 当场死亡 案发位置是当地印度席克教徒社区 引发居民恐慌 愤怒走上街头抗议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在国会措辞强烈 敦促印度配合调查 没想到被印度政府反纯相机 我真的想要读一回答 他说过印度的外交部 我说过他说 如果你说关于忠诚的影响 如果有一个国家 要看这个 我觉得是加拿大 和它是增长的影响 是一个地方 是一个安全地 为兵犯人士 为凶犯人士 为准备犯人士 我认为这是一个国家 需要关于国家的影响 两国外交争端不断升级 除了互相驱逐外交官 印度还暂停向加拿大公民 核发签证 更对印度国民 发布赴加拿大旅游警示 称该国的反印度活动 和借政治发起的仇恨犯罪 日益猖獗 印度强硬主张 没有设案 让9月底的美印外交峰会 气氛相当尴尬 会面前 加拿大不断喊话 要印度提出说明 但美方最后选择 谨慎维持中立 双方没有多谈 为何末地政府 需要大费周章 千里迢迢派特工 暗杀海外一一分子呢 分析指出 这些人鼓吹席克教教徒 脱离印度建国 虽然力量不足以威胁 末地政权 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莫迪政府眼中容不下一粒杀 但在美国司法部的起诉文件曝光后 海外席克教徒大为不满 扬言对于独立建国的想法 只会越来越坚决 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 白宫已经针对 这起印度特工 涉嫌谋杀的起诉案件 要求莫迪政府负起责任 但分析认为 案件很可能在大国外交 角力下 虎头蛇尾 草草结束 印度外交部目前只有简短声明 强调案件正在调查当中 对于官方人员是否设案 只字未提 让整起事件和争议持续延烧 TVBS新闻综合报道